今天是很特别的主日 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有几个很特别的日子 第一个特别的日子 就是每一个主日 因为每一个主日 每一个礼拜天 每一个星期天 都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我初初信主的时候最喜欢过圣诞节 为什么呢 因为不仅有吃的东西 有好玩的 有团契生活 平常也不能在外面过夜 可是圣诞节我们可以到外面报家音 就喜欢唱诗 喜欢在一起 后来年纪慢慢大了 或者是说对主越认识越深了 就觉得圣诞节很重要 可是复活节更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复活 只有圣诞节 那我们就觉得很温暖 可是我们就没有盼望 因为我们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等到年纪再更长 更长 属灵更清楚之后 就觉得还有一个日子更重要 就是每一个主日 为什么每一个主日很重要呢 因为每一个主日就是纪念主耶稣 基督从死里复活 一年一次的复活节 感觉到那个是那一年的特别的日子 可是一周一次的主日呢 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一个月跟我们在一起一次 不是一年跟我们在一起一次 乃是每周都跟我们在一起 当然啦 你说主耶稣是每时刻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了解 不过每一主日 我通常礼拜天早上醒来 我第一个就会想到摩达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每一个主日早上 如果我先想到谁 就想到摩达拉的玛利亚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为什么 因为圣灵上记载说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这两个玛利亚就离开他们的家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跑到坟墓去看耶稣 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们想说到那边说不定遇见耶稣的尸体 所以他们急着跑去看 就没想到跑到那边 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他们每一个主日早上 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摩达拉的玛利亚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已经不在床上了 事实上耶稣是礼拜五 平时之下 礼拜五就 早上平时之下 中午过世 然后就买账 很快就买账了 所以礼拜五到礼拜天是大日 他们不能离开他们所住的地方 礼拜天的早上是唯一可以离开的时候 他们一离开 他们就跑到耶稣的坟墓去 所以每一个主日都非常的喜乐 非常喜乐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必须说 圣诞节是很重要的日子 一年一次我们要很开心的来庆祝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是主 一人从天上来到地上 不是他能够体会我们 他能够接待我们 他能够照顾我们 我们今天没有这样子的光景 也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圣诞节 几十年来我们都步道 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步道会 除了有四十个小组 他们在小组里面步道 用各种方式步道之外 昨天晚上有一场步道会 在中游国光丁 大概我想连后台的人员全部加起来 大概七百多到八百 七百多 全部加起来 连后台的人员 工作人员 就是我们的同工 大概七八百 今天早上有一堂步道会在这边 不过我看过去 大部分是我认识的人 所以上礼拜请你们去邀请朋友 你们没有去邀请 对不对 今天十点钟 在中游国光丁 还有一场步道会 范大林党老要想的 所以你等一下还可以回去打电话 请他们去参加那边的步道会 等一下在这里九点 在这里有为孩子的 这里是七到十二岁的 差不多一百二十的孩子会来 然后二楼会有零到六岁的孩子跟家长 也是差不多一百多个人 一百多个人 那么我们的国中 我们的高中 我们的大学 都有他们自己的活动 非常的热烈 而且今年的国中 高中跟大学 都陪大家进到医院里面去 做医院的步道 我儿子昨天跟我说 他们是台北二日游 什么台北二日游 昨天早上八点钟就集合 先到医院去探访 然后中午就到中游去排演 晚上看他步道会 还有些孩子们没有回家 就统一的在一个弟兄家里面睡觉 早上八点钟就再去集合 他们是二日游 二日步道工作 他跟我说 我儿子跟我说 他们进到医院里面去 他们一间一间的房间 给人家唱圣诞诗歌 唱平安的诗歌 他说有一个地方 他们进去唱完了 他说还没有讲任何的话 他说那个病人就已经掉下眼泪 亲爱的弟兄姐妹 平安是我们这个时代 非常需要的 不要只有我们拥有 我们盼望别人也拥有 今天早上我要用昨天晚上 和他们分享的信息 大家可以一同来分享 请我们打开圣经 今天要请你们打开圣经 圣经 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四节 第五节 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四节 第五节 好不好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 第一章 第四节 和第五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预备 翻到了吗 翻到了 好 我们来念预备 请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好 我们读九到十二节 九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反接待他的人 就是信他名的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我们再读一节圣经 在约翰福音 第八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耶稣又对众人说 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好 约翰福音讲到几次光的问题 我记忆有一次很深刻的 就是在我们家有一个查经 很多年前 差不多十几年前 有一个查经 那有人在我们当中 家中查就查很久了 可是有一个人呢 他在我们家查经一段时间 可是他就是有空就来 没有空他就不来 然后每次来的时候呢 别人讲什么 他也说好 他也说对 他也说好 可是他从来没有分享过 从来没有分享过 从来没有把他心里面话 讲出来过 那天 我们在 查圣经的时候 查到 查到 耶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 所以我们读到圣经 我们说 哎呀 真对 耶稣说 他是世界的光 跟从他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我们就说 真棒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属灵的 一个解释 解释耶稣是什么 他平常在 查经的时候呢 都不讲话 那天他说 圣经真的说 耶稣是 圣经真的记载 耶稣亲口说 说我是世界的光吗 我们说 圣经上是这样记载啊 他说 这是耶稣亲口说的吗 我们说 圣经上是这样记载啊 因为我们也不在现场 也不真的还假的 他说 如果有人说 他是光 他说 他说 如果有人说 他是光 他一定是神 我们就给他搞迷糊了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说 他是光 我们就说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说 他是光 我们就说 他是光 没有错 圣经懂我们的意思吗 我们 证定 耶稣说 他是光 他就是光 是因为耶稣是神 所以他怎么说 事情就是 就这样成就了吗 这是我们的想法 可是他不是这样想的 他倒过来想 他说 真的 他有说过 他是光吗 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 不过圣经上记载 耶稣说 他是光 他说 如果 他说 他是光 他就一定是神 我们就不懂为什么 原来 他这个学科学的 他是个学光的 他这个学光的 他说 你们不知道 他说 光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东西 全宇宙最奇怪的东西 就是光 他说 没有一个东西 比光更奇怪 然后他就开始讲 他专门的 科学的 我们听不懂的话 他讲完了之后 我们还是听不懂 他讲什么东西 不过 从那个时候以后 他就相信 耶稣基督是神 是神的儿子 以后 他很快就受洗了 那 对于我们不懂科学的人来说 不知道光有这么激动吗 讲到光有这么了不起吗 不过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思想 到底什么是光 以前我们是说 因为耶稣说他是光 所以光就变得 很重要了 可是没有讲到 他是导顾来说 他们是从实证的角度 他们是从经验的角度 他们是从他们研究科学角度 来说到底光是什么 以后他说 他说没有人会想到 说自己是光 没有人会想到 没有人会用这种观念 来描述自己 说自己是光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说 他是光 因为他自己是研究光的 他说怎么会有人这样讲呢 他说那他一定是很特别的 他说可是没有人会这样讲 除非他是神 后来我们再跟他说 光是神造的 我们跟他这样讲 我们说光是神造的 他说光是神造的 因为他以前不信神 他只是人家查经 他就来跟他查经 不然我们说光是神造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光就是圣经上记载说 是描述耶稣基督的 也就是说光被造出来 我再讲一遍 光被创造出来的目的 是为了描述耶稣 是为了形容耶稣 是为了预表耶稣 那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许许多多的东西 都我们以为是 拿来证明耶稣的 你知道 只有大的可以证明小的 只有原则可以证明细微的 如果我们学数学 学物理 学化学都是这样 对不对 要被证明的都是比较小的 要证明别人都是比较大的 无论从思想上来讲 无论从原则上来讲 大的确定了 你就拿来证明小的 从来没有小的可以证明大的 小的不能证明大的 只有大的可以证明小的 所以我们说 用光来证明有耶稣 这个是搞错了 如果光拿来证明有耶稣 耶稣就比光还小 但是不是的 神造光就是为了来预表耶稣的 神造的光就是为了来形容耶稣的 神造的光就是要说明他 就是那一位创造的主 因为对我们人类而言 大概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光 我在讲这边 大概对我们人类可以思想的范围来看 大概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光 而且当我们讲光的时候 不是讲这个光啊 这个光是人造的 这个光是仿造 自然界的光而造出来的光 这个不是真正的光 这个光是学来的 这个光是我们人用科学的方法 把一个真正的光做成一个我们在这边可以用的光 所以这个光并不能代表或者不能涵盖 或者不能形容 或者不能把整个光的特质全部表达出来 光是一切万物的生机 没有光什么都没有 我们人类最需要光 就地球而言光 特别是光的来源 日光光的原始的形式 是孕育众生的 所以 人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启示之前 会拜太阳 这个很正常的 你知道全世界各地 很多很多没有互相联络的种族姿态 他们都拜光 都拜光 希腊是拜光的 太阳神 波斯是拜光的 火神 那中国人是拜太阳神的 所以有日神 有日神 那也有月神 月光 那全世界各地都是拜神的 埃及是拜太阳神的 所以为什么会拜这些神呢 我们特别看到伟大的东西 我们就会拜他 那在人类的观念里面 即使到现在啊 还没有办法找出比光更伟大的东西 让我们去拜他 我们当然讲的是物质啦 我们当然讲的是物质 可是光真的不只是物质 光绝对不只是物质 我不是很了解光 但是我们那次跟他在查经的时候呢 我们问了所有的问题 他说说你们不懂啦 你们不懂啦 到底光是波 还是光是 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 光可不可以转弯呢 我们觉得好像不太行 对不对 因为有影子可以挡到 可是他讲了很多很多都听不懂的东西 他说光波不等于声波一样的 他讲了很多 他因为他是研究光的 从此以后 他真的就信主了 他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讲过 他其实他已经三十多岁了 他从来没有听过说 光是用来代表耶稣基督的 他最多在当时我们所了解的 他说光是用来证明 那个说自己是光的人 一定是神 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很清楚的在两千多年以前 就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 这里提到这件事情 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四节第五节 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个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个接受 有一个更好的贴切的 因为当时这个语文翻译的问题 有两个可能性 更好的更贴切的翻译是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胜过光 不是接受光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圣经上用光来形容生命 因为第四节说 生命在他耶稣基督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所以生命跟光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早上在我们这里 我们要用光来思想 到底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到底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圣经用光来形容耶稣 帮助我们认识的光 不仅是生命的源头 而且光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为我们所预备 让我们知道 我们绝对不能没有光 这个概念来表明 我们绝对不能没有神 神造的光的目的 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离开光 那亲爱的弟兄就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光呢 因为光带来看见 光带来看见 没有光我们就不能看见 即使我们有接受光的眼睛 只要没有光 我们就没办法看见 无论你在做好的眼睛 你说那我用红外线 那那个已经是超过我们 眼睛能够接受的情况之下 可是那个也是在 某种有光的情况之下 如果完全没有光的情况之下 你连一点点光都没有 说你什么都看不见的 没有看见 暗的地方我们能看见的就少 亮的地方我们能看见的就多 那如果你常常参加 我们第一堂的聚会 你来的时候通常进来的时候 是没有这么亮的 除了你每一次都迟到 你如果准时到 如果你早到 进来没那么亮的 因为我们灯从当时 关的比较暗 大家可以安静 有一点音乐 然后等到要正式开始的时候 我们慢慢把灯打开来 打开来 打开来 我们现在也没有开到全亮 我们全亮都比这个还更亮 可是各位 你没有白天来过这里 你没有周间来过这里 如果你进来 你什么都看不见的 是 可能它那个转弯的地方 有一点点光凑进来 里面就稍微看到一点点 它如果全灯不开的时候 你什么都看不见的 所以光 有亮 有光 我们就看见 如果暗 没有光 我们就看不见 看得见 看不见 是跟光有关系 不仅跟眼睛有关系 而且我们的眼睛 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的眼睛 是自动调节的 我们的眼睛 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同时录影照相的时候 那个照相机的镜头 跟摄影机的镜头 完全不一样 我因为要录影 常常会进到摄影棚去 他们通知我们几点 我们就到了 到了那边 他就说 你刚才来化妆 就先化妆 然后他们在里面预备 那我就听到他们的 清清空空的 每次都这样 等到我们进去的时候 还看到有人在那边工作 如果你参加我们第二堂 或第三堂 你们就会看到 第一堂他们就看起来架设机器 有的时候在我们这边摄影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等到第一堂结束之后 有时候结束的晚 那工作人员就很紧张 因为他们进来 就拿一个板子在那边挡着 然后那个人就叫 一脸的苦瓜 因为他是工作人员 他并不像我们一样 每天很喜乐 他是工作人员 拿一张纸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 他们在测光 他们从这个镜头在测光 看够不够亮 够不亮 我就常常看他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到那边就住下来 他就告诉我说 他就告诉我 你让人再等一下 你做好之后 我们还要再调一下镜头 他说来 后面那条线穿帮了 我以前以为穿帮 是看到不应该看到的 后来才知道 穿帮真的是看到不应该看到的 只不过 那个是个专门用语 所以他们平常都说 不说穿帮了 他们都说穿了 最近也不懂什么意思 因为他照的时候呢 他要照到一个镜头 所以镜头非常容易骗人的 你知道我们去录影的时候 你看到的景象 你今天看到的好漂亮 现场都不是这样 现场乱七八糟的 现场那个漂亮的桌子 其实非常的斑驳的 可是你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因为他用摄影机 他用灯光 他掩饰住 我们看了 满桌凹凸不平的 你看他照起来好高贵 因为完全不像感觉 靠什么 靠他们的角度跟灯光 跟灯光 有一次我们在这边录影 在这边录影 那中间在幻景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导演聊天 我发现你们很看重灯光 他说对 他说我们非常看重灯光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灯光带来颜色 因为灯光带来远近 因为灯光带来温度 我说啊 你说我们在照的时候 他把灯这样打 然后你们应该看看 那个灯真的在摄影的时候 那个灯光 他就说靠左边一点点 然后他不是对着那个景象 他对着电视看 因为他透过摄影机 对着电视看 说靠左边一点点 靠左边一点 有一天 他们就刚说 他左边的灯 用一种纸把它遮起来 可以让它挡一点点 我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左边那边的光 照到你右边的脸 这边 他说因为照起来 你右边的脸 比左边的脸亮一点点 你知道我们的眼睛 并不害怕这个东西的 我们的眼睛 我现在看你们 大概你们的脸 都是很好看的 都是很平均的 因为我们的眼睛会过滤 可是照相机不会过滤 照相机就中中实实的 把你照下来 所以如果这边 像这边的灯开着 这边的灯没有开 这边就比较亮 这边就比较暗 照起来就很难看 很难看 他说灯光非常重要 他说灯光带来颜色 不同的灯光 打出来带出来不同的颜色 灯光带来远近 你怎么样打灯光 就带来远近 他的众生是深 还是浅 灯光就带来温度 你知道我们教会 为了考虑是用日光灯 还是用这一种灯 考虑很久 考虑很久 第一个明度问题 就是亮度问题 照明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温度问题 温度问题 我们希望教会感觉是温暖的 所以我们就卷奔用这种灯 可是这种灯比较不亮 比较不亮 所以就很辛苦 你知道吗 很辛苦 我们就感觉好像不够亮 所以我们装那个灯之后 我们就拿那个照明的度 照处查说这灯够不够亮 够不够亮 它对我们眼睛有没有伤害 这个字会不会太小 就一直查 为什么 因为明度跟亮度 就带给我们能看见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光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光我们才看得见 没有光我们就看不见 所以光是使我们看见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光 只有在光里面 我们才能够看见 第二 光不仅带来看见 第二 光带来医治 光带来医治 光不仅带来看见 原始的形式的光 就是日光 是带来医治的果效 我们都知道 人的骨头需要光 可是人的骨头不是需要这种光 人的骨头需要日光 人的骨头需要日光 我们需要日光的补充 当光照在我们的身上 被我们的骨头吸收 我们的骨头就有力量 否则我们就要靠很多的化学药品 我们就要靠维他命D 我们就要靠钙 来补充我们的骨头 里面所需要的 可是光很厉害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没有吃东西进去 就是光照照 我们骨头就强壮 这什么意思 所以你要知道光 不是我们想象的 就是个光而已 光照在我们的身上 那个骨头就强壮 光不照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的骨头就软 所以光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说他是光 难怪那个学科学的说 如果有人说他是光 他一定是神 因为没有比光更神的了 对不对 他可以照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得到那个力量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也不是小时候 年轻的时候觉得说 哇 我们听说北欧那边的人 不穿衣服 在海边 然后在公园里面 晒 然后呢 就正面晒完了 翻过来 晒背面 我们觉得怎么有人这样呢 我还记得有一次 吴正老在这边讲 他说他到北欧去讲道 人家带他去看一个风景 看什么风景呢 他说带他去看那个 整个公园的草皮上面 都是男男女女的 而且还没有隔开来 哦 哦 我们日本的温泉 有男汤女汤 有没有 台湾现在很流行 男的一个 女的一个 可是在北欧他们 躺在草地上面 就在那边晒太阳 而且呢 不穿衣服的 而且男的女的 没有隔开来 反正我们听说 怎么有这样子 败坏风俗的事情呢 这么色情的事情 我们觉得 他们很不应该 觉得很可耻 可是 等我去了几次北欧之后 我就觉得 一点都不可耻 使我们不了解的人 很可悲 这很可悲 我们不了解 所以我们讲人家 我们不认识他们 那种状况 因为我跟宣教师 他们有联络 我们北欧有个宣教师 还有跟那边 因为我常常去那边服侍 所以跟他们 有些地方里面写信 有来往 他们每到了冬天 他们就害怕 他们冬天很早 他们冬天很早 他们九月底 开始就进到冬天了 一直要到四月 五月初 才离开冬天 在北欧 在北欧 然后他说 在那个很长的 六个月 八个月当中 他说 他们的阳光 都很晚才出来 有时候 最晚的时候 十点钟 天才亮 下午两三点 天就暗了 天就暗了 当然他们也有 永咒的时候 他们也有 整个白天的时候 我曾经到了 北欧圈里面去 也有永咒的时候 可是那个是 夏天是很短的 他们就几个月 很短两三个月 有夏天 以后就就到冬天了 里面去 他们都开始 就到冬天了 就有些人害怕 他们很多人都忧郁症 在什么时候呢 当你到了十二月的时候 开始就不太舒服了 一月就不太舒服了 二月三月 到了快到春天的时候 很多人就自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骨头都软掉了 什么叫做骨头都软掉了 因为没有晒太阳 没有晒太阳 到了后来 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到了春天 快要结束的时候 夏天快要来的时候 他们形容的 不是我形容的 我们不敢随便 讲人家这样 他说那个每一个人 都好像在坟墓里面 爬出来的一样 那个脸啊 苍白的 好像坟墓里面 爬出来的一样 他都是死的 因为没有光 因为没有光 所以光是很重要的 一个事情 人身体已经到了 快要不能支持的地步了 人的骨头都软掉了 所以他们趁着光来的时候 他们才不管别人 看不看他们呢 他们根本就把衣服脱了 赶快晒 不是为了晒皮肤好看 不是 那个是 那个是美国人 那个是欧洲人 南欧的人 为了要好看这样 北欧人不是的 他们是为了晒太阳 因为他们的骨头 都快软掉了 他们晒太阳 他们不管别人 看不看他们 我身上有的 难道没有吗 你看我做什么 问题是 我的身上没有 没有足够多的太阳 所以我的骨头 都快要软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心理一定不健康 对不对 对不对 但如果你没有点头 表示你没有身体不健康过 我告诉你 你身体不健康 过一会儿 你心里就不健康了 我最近看一本书上面说 你只要躺着 躺着 超过48小时 你的肌肉就开始萎缩 躺着48小时 我上个礼拜不是说 我腰扭到吗 不舒服吗 后来我就回去 就尽量不要动 后来我就去看一本书 一本书说 有太太的人 下背部疼痛 或者说扭到腰 有配偶的人 跟没有配偶的人的 这个痊愈的速度不太一样 没有配偶的人 痊愈的速度 跟有配偶的人 痊愈的速度不太一样 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照顾的越好 就越容易痊愈呢 答案是错的 他是 有配偶的 他下背部受伤 跟没有配偶的 下背部受伤的 痊愈的时间是 2.5倍 也就是 没有配偶的 他身体痊愈如果2天 那么 有配偶的 就5天 他讲理由为什么 他说因为下背部 扭伤 或者是受伤 或者疼痛 唯一解决的方法 就是你要一直动 而不是让他不要动 可是有配偶的人呢 就叫配偶帮忙 对不对 那配偶当然一定帮忙 因为你背痛 我当然帮你的忙 可是没有配偶的人 只好怎么样 自己动 你自己动就好得快 你不动就好得慢 所以后来我知道了 我看这本书之后呢 我就跟我太太说说 我要起来动 我太太说好 你是我们家吃饭当中 唯一不用站起来的 以后从此以后 你吃饭常常站起来 因为有的时候说 拿个东西 那儿子就跑去拿 拿个东西 太太就跑去拿 只有我是大老爷嘛 就不用动 所以我身体最不好 所以需要动 可是如果你身体不好 你心情运营不好 如果你身体不好 请注意听 灵命就很难维持 灵命就很难维持 我们以为我们身体不好 我们更贴近住 我告诉你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身体不好 我们整个灵命就垮掉了 我们灵命就垮掉了 所以光可以让我们的骨头健壮 光带来医治 光不仅看得见的医治 带给我们重光 而且杂菌 我昨天也想到 我们年轻的时候 家里就是盖棉被吗 现在有很多种被 是不用晒的 以前那种棉被 需要晒 有没有 所以太阳很大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把棉被 拿到外面 晾在竹竿上面 然后把它打一打 第一个 它就变松了 第二个 它就变暖和了 有的时候 那个父母把那个 棉被晒过 拿回来 我们盖的时候 觉得味道好好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们大概就是有钱人 不用这样做 我们都要靠太阳晒棉被的 可是太阳晒棉被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不是让它变暖 不是带来温度 乃是杀菌 现在知道了 就是塵满 以前不知道叫塵满 现在叫塵满 太阳晒就把塵满 就晒死了 细菌就死了 所以日光 带来我们身体的医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就是医治我们的 耶稣基督不仅让我们看见 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在哪里 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的 我不知道你生病的时候 祷告不祷告的 有两种错误 一种是生病只祷告不看医生 一种是生病只看医生 不祷告两个都错 生病应该又祷告 怎么样 又看医生 如果神清楚感动你 不用看医生 你就可以不要去看 不过你要很清楚 因为责任是你自己的 不是我们的 耶稣基督像日光一样 带来医治 第三 光带来温暖 只要是光的形式 它都带来温暖 当然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 有的时候光是变成冷光 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光叫做冷光呢 是因为光本来就不讲就是有温度的 其实你们说这个温度 这个有没有温度 有的 有的 你们知不知道全教会最热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因为第一 你们这里觉得很冷 对不对 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冷气 那这里没有冷气的 因为不知道什么哪里出来 那冷气从那边出来 冷气从那边出来 我们这里没有 第一 第二 这个灯很热的 很热的 有时候我们去录影的时候 录影的时候 因为他录影的时候 他有时候把冷气关掉 他就说好 准备录影 然后他就说 总统好 好 关冷气 一关 三 二 一开始 哇 热斑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灯很热 然后那灯照的时候 又要取光的关系 很热很热很热 所以你知道 光带来温暖 光带来温暖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我们家里 要 学校要做功课 就是说 要看小鸡成长的过程 这样就要养小鸡 从鸡蛋孵出来的小鸡 就带回来 就养在家里 到了冬天的时候 如果你要养 如果冬天养的话 你就要用个布 把那个鸡笼盖起来 然后里面 要点一盏灯 灯泡 对不对 那我们小时候不知道 爸爸就说 点一个灯泡 我们说 以为说鸡喜欢亮 我们就说 哦 小鸡好好哦 在里面还有灯光可以看 爸爸说不是 因为 有灯光的关系 带来什么 带来温暖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光带来温暖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光带给我们 非常温暖的感觉 不仅是感觉 而且它真的是温暖 它真的是温暖 所以日光 或者是光带来看见 光带来医治 光带来温暖 第四 光带来安全 光因着我们看见 我们带来安全感 在同一个地方 有光跟没有光 差很远的 同一个地方 有光跟没有光 差很远的 在黑暗中开车 一点都不安全 你知道晚上的失事率 开车的失事率 是白天的七倍 为什么呢 不是大家不专心 而是视线不够好 视线不够好 因为人的反应 完全跟眼睛有关 你看到了 你才会采取防备措施 你没有看到 你都会采取防备措施的 而眼睛传到脑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只要有一闪 你马上就有动作 可是因为光线不足 就不够安全 常常发生问题 如果有光就好一点点 如果有更多的光就更好一点点 同样的地方呢 有光跟没有光差很远的 好多年前 我因为服事很累很累 我就跟教会同工说 我需要去安静 我需要去安静 他们说好 那我说要去三天两夜 就说一定要离开台北 而且到一个大家都找不到的地方 那样呢 才不一直打电话进来 那我们家常常一直有人打电话进来的 昨天晚上到12点 还在联络一件事情 后来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说如果你还有事情 你还可以继续打电话来 因为他是要生产 我们教会有 昨天晚上生了 半夜生了 他要生产 那我太太就很关心 就说生了你还是要打电话给我们 因为已经很多小时过去了 还没有生下来 很辛苦 那我太太就说要不要去赔 他说不需要 反正你们也不能进来 那已经到11点多12点 我太太就说说 你半夜孩子要打电话进来 如果我已经生了的话 后来他打电话进来了 两点多打电话进来 说孩子生了 哎呀 那个爸爸的声音之开心 他说生了 他说我太太生了 他说他把妈妈 他太太的名字讲出来 跟他们女儿的名字讲出来 他说两个人都非常好 跟11点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11点说还没有生呢 这怎么办 我太太就说没有关系 让他呼吸 按着规矩呼吸 然后慢慢帮他 在电话里面教他的先生 这样教根本没有用 对不对 不过是安他的心而已 可是11点打电话来 跟两个人打电话来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因为生了 因为家里有时候很忙 所以我就跟同工们说我要去安静 他们就说好 到哪里去安静呢 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在花莲的一个弟兄 说花莲有没有安静的地方 他说有 半小时海边 我就去了 我坐飞机去到花莲 到花莲之后呢 他就来机场接我 机场接我 就把他一辆车子给我 他说这个车子给你 这车子给你 给我什么 就开到 把我安排住的地方 但那个地方在海边 海边 是旁边都没有房子 那这个民宿 是给人在那边住的 可以住很多人的民宿 可是他就把它包下来 说给你一个人住 我很高兴 谢谢他 那我就去了 就去了 到那边之后呢 中午就到了 然后我就把车停好了 进去都弄好了 他还跟我说 这里是吃的 冰箱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你就自己煮来吃 三天两夜 够你吃的 然后他就把图画给我说 如果你怎么样 可以开到什么地方 去补充什么 我说好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我太累了 我说你可以走 没有关系 他就走了 以后我就很高兴 就走到海边去 哇 好舒服 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就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那个浪 打到那个石头声音 一声浪吹回去 我就心想说千百年来 浪就是这样来 就是这样走 浪都没有改变 可是人一直在改变 哇 就很多的想法 走到树那边 树很大一棵 我就想说几十年来 这棵树就长在这边 可是人老了 人死了 人又生了 可是树还在这边 又看到好多的东西 我想到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生长在乡下的 所以就哇 看到这棵果树 看到那棵 因为我会认的 我会认果树的 你知道 不是乡下长大的孩子 不会认果树 对不对 而且呢 你就走到果树的下面 过去 你刚才说那里有 那里有莲雾 他也看不见莲雾 莲雾还好 颜色比较不太一样 如果就看那个芒果 他是看不到的 你知道吗 我们从湖边或者说河边 我们看得到鱼 他们看不到的 我们看到青蛙 他看不到的 想着半天他也看不到 因为我们小时候长大的孩子 虫的声音我们会分辨的 什么是哪一种虫叫 什么是哪一种 壁虎会发出声音的 有的人不知道壁虎会叫的 我们都会分辨 那天就很高兴 到了晚上 我就进到房间里面去 就天渐渐暗了 我就把房间的灯打开来 后来天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我发现一件事情 很害怕 我就把窗户关起来 你知道吗 然后就把窗帘放下来 可是窗帘 他这个窗帘是 只是沙 他的窗帘没有布 你知道吗 我就发现 外面好暗的 里面有一点光 然后我就看出去 看不到任何的光 除了星光以外 他在海边 旁边没有任何一个 看得见的灯 我就突然听到 海浪拍打在石岸上面的声音 觉得好恐怖 我请问你 晚上的海 跟白天的海 有没有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当然一样 海有什么白天晚上的差别 会涨潮退潮 那个不算 都一样 你感觉不一样 我请问你 感觉不一样是因为什么 因为光 就是因为光 有光 你就有安全感 没有光 你就没有安全感 老实说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以后我越想越不对 我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打开来 然后锁了三次门 你知道吗 又听到狗叫 又听到狗叫 他为了要让那个地方安全 就养了几条狗在那边 可是狗动不动就叫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要来抢我 可是我身上也没有东西给他抢 可是问题不是有没有东西的问题啊 是你想了就害怕 对不对 我请问你们晚上跟白天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白天一样 这情况到了晚上就不一样 实在不好意思 那一天晚上我后来我就躲到最小的房间 所有东西都没有关 然后我躲到最小的房间里面 我一度要想说最安全的地方在厕所里面 后来没有了 我后来还走到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我就把灯全部打开来 我一个晚上几乎都没有睡 本来要去休息的 本来搞得更累 第二天早上我就开车回台北 开车到机场就回台北了 就不留在那边了 过去你觉得很好笑 可是这就是光跟暗的差别 光带来安全 暗就带来了恐惧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光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为什么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总没有安全感吗 因为没有光在引导你 为什么你不知道 到底要往东还是要往西 为什么你不知道 碰到这种情况 你到底要生气还是要忍耐 为什么你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下这个决定 还下那个决定 那是因为没有光 没有光的引导我们不安全 有光真的差很多 即便不够安全 我们都有安全感 没光 即便那个是安全的 你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光就带来了安全 第五光带来生命 光不仅带给我们医治 带给我们安全 带给我们看见 带给我们温暖 圣经上说光就带来生命 当耶稣说他是光的时候 并不只是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些抽象的而已 而且耶稣基督 他说他是光的时候 他是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放在我们内心深处的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那不仅是把我们造出一条路 让我们走 有的时候人家问我说 我最常看到人家问我 说说李长老 你为什么好好的坐老人的路不走 为什么你可以走政治的路你不走 为什么你坐传道人 他说差别很大 我说对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是 我走传道的路我觉得真好 还好没有走政治的路 对不对 我觉得真好 可是他们想不通的 他们就问我说 他们对我对我一点点很好奇 就是你怎么蒙招的 就是说你怎么下定决定当传道人的 我告诉你我也不笨 我可以随便下定决定当传道人吗 我不会这么笨的 我一定有神非常清楚的引导 所以说跟从我 就不在黑暗里走 什么都不在黑暗里走 就是你看到的路嘛 你看到的路当然敢走啊 所以我敢走传道的路 是因为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这条路 是神要我走的 神把路照亮给我看 所以我敢走 我敢走 人家问我说 你怎么敢走传道人的 我说因为神带领我 我真的是这样讲的 所以有人来问我 我说他都传道了好不好 我真的告诉你说 我不敢说好或不好 因为不是我看到那条路 是必须他自己看到那条路 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 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那条路 这个是消极方面我们可看见 可以看到一条路 他说不仅如此 他说不仅看到一条路 他说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他说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那是积极方面的 所以要得到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光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黑暗 什么叫做黑暗 黑暗就是见不得人的叫黑暗 黑暗就是见不得人的叫黑暗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们讲出来觉得羞耻的事情 我们讲出来觉得丢脸的事情 当我们被人家发现 当我们摊在阳光下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没有面子的 见不得人的叫做黑暗 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胜过光 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对的东西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行为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我们里面的黑暗 是我们没办法面对的 是没办法对付的 是没办法胜过的 我昨天晚上一讲这个例子 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 就是我在空军服役的时候 我在空军总部 在空军总部的时候 我是军法官 所以有的时候要到我们的看守所去 我们的看守所在桃园 空军总部的看守所在桃园 有时候要去 去到那边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事干 就翻他们那个 关在监狱里面的名册 关在监狱里面的名册 就某某人犯了什么罪 菜行几年几月 然后是几年几月进来服刑 几年几月几号离开这个监狱的 我就看 有的人是早进来 就早走 有的人早进来 现在还关着 有的人晚进来 就早走了 我就在这看 看到有一个名字 进来又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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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 怎么这样子呢 而且他当鸣当了很多年了 已经七年了 你知道当兵 如果他判刑超过七年 就除役 就是说你也不能当兵了 这种人我们不要 可是如果你只管一两年 你还会回来当兵的 那兵当不完 对不对 他当了 如果要服役一年十个月 或者两年 他中间又当 又服 服奸又两年 就变成四年 对不对 如果又服奸两年 就变成六年了 他已经当了七年 还没有离开 我就把他找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说 你怎么进来了又出去 进来了又出去 进来了又出去 我说 我说我们空军的饭这么好吃 饶饭这么好吃 他带来那边 他就被我骂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他报告长官 他说 他说 不是我犯的罪 我说 不是你犯的罪 是谁犯的罪呢 他就说 他想一下 那个冰的脸 我都去喊气的 他想一下 他说李光头吧 想一下 报告长官 是我犯的罪 我说 是你犯的罪 他说 不是你犯的罪 到底是不是呢 他就 第三次又想想说 报告长官 我不知道 我说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说 是你犯罪就关你 不是你犯罪就不能关你 你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呢 后来 他又想一想 他就告诉我说 他报告长官 他说 我心里不想犯罪 可是我犯了罪 这样算不算我犯罪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心里不想犯罪 可是我犯了这个罪 这算不算我犯罪 或许我们觉得很好笑 可是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如此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如此 我真的不想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就去做了 算不算我做 我不想恨人 可是我没有办法不恨人 算不算我恨人 我跟光州不好 我看了他就讨厌 可是我就很想跟他和好 我就心里说 下次看到光州 我一定要过去跟他打招呼 我下定决心告诉我自己 我要这样做 可是一看到光州 我就转弯 是不是我犯罪 是不是我这样 当我看到别人很有钱 我自己没有很多钱 我说不要嫉妒吗 他有很好的 我们也很高兴啊 可是看到他就不由自主的酸 从骨头里面出来 想当年 你知道会想当年的人都是当年比现在好 就是想当年 想当年我们在一起做同学的时候 成绩比我们差很多 现在人家钱赚的比我们多 名誉比我们高 心里面的感觉 不要恨他嘛 你胜不过 这算不算我们的罪 现在的弟兄姐妹 这需要光 这需要光 光照在黑暗里 弟兄姐妹 我们里面有黑暗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黑暗 我们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恨人 可是我们对别人的表达 却不把表达出来 我们不喜欢人 我们看到人还笑眯眯的 我们假冒为善 我们把罪恶放在心里面 这都是黑暗 这些都见不得人的 谁敢把他里面 对每一个人的感觉 都给别人看呢 可是我们不是很愿意这样做 对不对 我们是没有办法 我们胜不过这些 我们说不要贪人家的钱财嘛 不要贪功的东西嘛 可是很奇怪 顺手就会牵羊 就不知道这种是不是自己的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们真的很好 你们都没有这种感觉 还是你们还是要惊一下 不能点头的 不然这些让你看出来 我们也这么软弱 不 我告诉各位 不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是笨蛋 真的 包括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最近有一个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到我们教会来 他来到我们教会之后 他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在别的地方聚会很多年 后来因为有一些状况 他就离开那个地方 他就到我们教会来 他跟我们说 他说来到云生南路 礼拜堂聚会 我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徒 可以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我们听得吓一跳 你知道吗 我问你 基督徒不能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难道我们要再装钢墙下去吗 很多基督徒装着很钢墙的样子 我们为什么要装着很钢墙的样子 我们是软弱的 装钢墙是很可怕的一个黑暗 你怎么判断一个基督徒 他是不是真正是基督徒 就是在他的口中 你有没有听过他软弱过 如果他从来没有软弱 我告诉你 他从来就是被黑暗抓住 我们怎么可能没有软弱呢 即便我们信主 我们也常常软弱 你信主之后就没有说过谎吗 你信主之后就没有恨过人吗 你信主之后就没有动过淫念吗 你信主之后就没有顺手拿过 不应该拿的东西吗 你信主之后你都怒不邪事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光 感谢主圣灵上一句话说 黑暗不能胜过光 哪里有黑暗 光照进来 黑暗就离开了 亲爱的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是要把光照到我们里面的 你需要打开你的心门接受它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它 你需要一次而永远的打开心门接受它 如果你是已经相信的 我们要按照圣经上说 说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跟从它 跟从它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而且我们应当跟从它 而且让光进到我们里面 因为黑暗不能胜过光 在我们今天要结束的时候 我盼望我们所有的目道的朋友 在今天都可以让光照到里面去 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亲爱的基督徒们 不要一直停在黑暗里面 怎么离开 第一步就是承认你在黑暗里面 你在软弱的里面 你在疾病的里面 你在看不见的里面 当我们承认的时候 我们就打开心门 跟主耶稣说 求你的光照进来 光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给你的骨头带来力量 你软啪啪的骨头 会因为日光照进来 得到强壮 我们软弱的心灵 会因打开心门 让光照进来而刚强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现场感谢 谢谢主 你是众光之父 你是光的源头 你愿意我们得照光 你不仅照光 而且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属性 造了一个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光 为了这个恩典我们感谢你 我们敬拜你 我们来到能力面前 特别是在这一个圣诞节的里面 我们再一次想到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 有光发现就照着牧羊人 光四面照在牧羊人的身上 主要我们现在终于了解 为什么中古四季的那些话 都要在耶稣基督的外面 化一层光 因为你就是光 谢谢主 你带给我们温暖 你带给我们看见 你带给我们安全 你也带给我们医治 巴不得 你更因着我们的跟随 接受 带给我们生命 求你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